政府力推智慧机械产业 要带动企业一起升级 在台中的智慧制造市营运场域 打造了工业4.0一条龙的示范产线 里头机械设备的制程数据 全部都会上传到微软的AZOR平台 而工研院制机中心率先运用了 AZOR IoT Edge 带入了机器学习 进阶分析 它有AI服务 而经济部也将协助中小企业 可以透过智慧机上河 从机联网逐步迈向智慧制造 自动化机械手臂 加起刚制造出来的加工品 准备进入机台进行下一步加工 台湾中小企业过去凭借着 老师傅的精密加工技术 拿下订单的做法 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 以机械手臂来说 许多中小企业仍采取单机作业 没有连上网路 或者联网的情况不够成熟 出现不良品时才回头探讨 是制程哪一环节出了问题 况愈会时 那过去来讲的话 它可能凭借着我们这个 工艺的技术跟能量 还有老师傅的经验 等等的一些情况 但是未来面对了这个 所谓的工业4.0也好 或是智慧化的一些挑战竞争的话 可能是不够的 为了改善传统机台不能联网的问题 工研院制机中心研发VMX系统 协助机台联网通讯 并开发智慧机上盒 未来只要在厂方机台内 加装机上盒 就能变成具有IoT功能的设备 从机联网开始 逐步拓展成机器和机器 连接在一起的机联机 达到产线联网一条龙 所有的设备 因为它有上下制程的关系 所以我们开发的系统就是整厂的设备 其实会做一些通讯 设备跟设备之间会沟通 那设备跟设备之间也会做分工协调 工研院制机中心里 连上网路的三次元凉床 全面自动化 还可以侦测 要测量的加工品是什么 达到少量多样的混线生产 不再需要每种加工品 使用个别的机台 高设备使用率 而旁边的看板也不断自动更新 及时看到精密度的测量结果 所有的数据 透过物联网 都会上传到微软开发的Azure平台 进行云端分析 不过实际制造场域 如果所有的数据都先上传云端再回来 时效性不合 对此工研院制机中心 更率先全台运用Azure IoT 8 将人工智慧的模组布置在边缘端 及时处理工厂内人工运散的整体架构 以协助改善整个制程 促进品质管理 生产管理 以及效率提升 我们建制的智慧机上河 它会变成微软的IoT Edge的一部分 那我们会把所有设备 制程感测器的资料 传上云端 那微软也有一个叫IoT Hub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会把所有的数据在里面集中 做一些Data Mining 或者说一些Deep Learning AI的软体的开发 那当然我们也跟微软合作 把一些过去我们开发的一些CPS的工具 变成一些可下载的程式 在微软的平台上建立一个App Store 让我们的user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下载这些软体 然后就可以来做应用 微软在全球 其实我们跟很多的一些大型企业 都已经开始进行所谓的合作 那在智慧转型的部分 包括从物联网边缘运算的部分 一直到人工智慧到云端运算 大致整个的方向 我们都已经在进行当中 工研院制机中心的工程师 利用Azure提供的后台架构管控软体 萤幕上各式各样的视觉化图表 呈现目前CPU伺服器资料传输等情况 透过远端监控 及时诊断追踪 预防效能不佳 在这次的合作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业聚落的效应 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小企业 在整个智慧制造里面 其实单打独斗是很辛苦的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云端的预算的平台 能够解决在整个供应链上面 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 台湾产业进程有快有慢 一些厂商已经进入工业3.0 甚至达到4.0 为了促进整体产业投入转型升级 政府针对大厂提出领航式主题式等计划 作为工业4.0的领头羊 所谓的领航计划就是说 它有一点像示范计划 这个示范计划我们可能会锁定 几个重要的产业来做以示范性计划做发展 比如说汽机车 航太 或者是手工具 还有这个水舞金 还有一些像塑胶 还没转型完备的厂商 可以透过示范厂看见成果 经济部也在台中设置智慧制造 试营运场域 让企业观摩学习 助攻中小企业升级数位化 甚至智慧化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成效 有些中小企业 它导入了一些智慧化以后 它的生产效率可以提升到20%到30% 所以我们怎么样抢时间 就是让现在的中小企业的 包括机械业者等等的情况 它可以在未来两三年当中 赶快的提高它跨越 那个智慧化的门槛 政府与领先企业一同合作 带动所有产业向前迈进 促进产业环境智慧化 在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让国际看见台湾产业动能 优优独播发生